大家好,欢迎来到快乐手工 天转眼就变凉了,我都穿上毛衣了 今天下楼溜溜的时候看到院子里的柿子树 上面挂了红红的柿子,非常的让人喜欢 那我今天也用抽绳带的方法做了两个柿子包 方法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它的制作方法吧 抽绳带用到的材料是21厘米的正方形 两片布,梨子面子各一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缝纫了 它的制作方法真的非常简单 首先我们把梨子和面子对叠在一起 今天在缝纫之前我画出了一个缝纫 那接下来我们就沿着这个线缝一圈 记得要留反孔 整个蹭好了 现在我把多余的剪掉,然后通过反孔把它翻到正面 现在把它翻到正面 我进行了一个熨烫 今天这个反孔我直接用双面胶把它给熨烫掉 反孔烫好以后 我们要对四个角进行一个熨烫 熨烫的尺寸是这样子的 每个角这儿7厘米 这样子折过来进行一个熨烫 四个角都和它一样 把它给熨烫好 四个角都熨烫好了 我现在在四个角上画了四根缝纫线 这根线离底边的距离呢 是一厘米 现在呢我们把这四条线给车上 这个呢就是装抽绳的轨道了 四条边呢车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轨道里边穿上丝带 好,现在呢一圈穿好了 咱们还是和刚才一样 再给它穿一圈 从这出来 那这个方法的好处呢 是抽绳带只有一个结 这样子呢作品更整洁 两圈丝带穿好了 那么抽绳带呢就制作完毕了 接下来呢我们把里边放上QQ棉 来看一下它抽好以后的效果 抽绳呢抽紧了 这个造型呢非常像柿子 这个叶子呢是尖的 我呢还做了这样子的圆形 它们制作的方法呢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制作的时候呢脚上是圆弧的 您更喜欢哪个呢 这期视频内容就是这些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内容 请您点击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